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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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下午午安 好 那麼現在是 2017年2月21號 下午 大概3點52吧 我 現在 我在山水街 龍山是對面 山水街 這一段是西山水街 那麼現在 往東行 待會 過了前面這個路口 康定路 對面就是東山水街 之前有為大家 介紹過 東山水街市場 現在很 裡面還是很熱鬧的一個傳統市場 然後 在東山水街市場旁邊 警鈴的旁邊有一個叫 心腹市場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招牌上有寫 心腹市場 那心腹市場它是 也有八十幾年的一個老建築 1935年 1935年啟用 在那個日本時代 1935年1月開始建 大概那一年的6月就啟用 那它是算是 在台北 被保持的很完整的傳統市場 很難得的一個傳統市場 在那個八十幾年前 它算是一個 還蠻現代化的一個市場 它有一個天井是通風 都蠻好的 整個通風啊採光都很不錯 那在那個同時期有一些市場 都已經被拆除或者是改建 所以很難得還有這一個 1935年就存在的心腹市場 那麼不過從2000年以後 心腹市場它就開始沒落 大概1978年吧 1978年的環南市場成立以後 那麼很多這種大型 這個批發什麼菜 這些批發就會 就轉移到環南市場去 所以心腹市場就開始沒落 那到了2000年以後 就幾乎就已經是 沒有在營業 後來就變成荒廢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進來 右轉進來 這前面看到就是心腹市場的門口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它的歷史 那在2006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心腹市場它被定為 市定股基 那麼也開始 市政府就開始安排一些 整建的一些工作 大概在2012年有完成第一波的整建 那麼後來第二波整建是 大概兩年前開始吧 還是2014大概兩三年前開始 那麼目前也大概告一個段落了 那現在這個心腹市場它被以一個新的身份 叫做心腹町文化市場 來進行一個營運 然後它有它特別在裡面搭建了二樓 就本來本來是只有一層樓而已 它在搭建了二樓 然後會裡面有作為一些展示的展覽 可以展覽的地方 然後裡面還有咖啡廳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 這個是 它現在外面這邊它有圍起來 所以這邊應該是不能夠進去 我們看一下上面 上面那個應該是當時的台北市的一個市 代表北吧 那個那個符號 然後這是心腹市場它的一個外觀 這邊過不去嗎 我看一下 可以啊 可能要繞一下 這邊還可以看到 還有還有在 有一些工程還在進行中 旁邊的水溝還在 哇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觀 有 石頭 水泥 它還有木造 窗框式木造的 看一下它的外觀 看一下它的外觀 以前這個市場旁邊這邊有一個小小間的 大概這個地方 以前這邊是製冰場 也就是說 因為 在以前還沒有冷凍設備的時候 你一些食物的那個 冷藏可能都要靠自己製造冰塊 來進行冷藏 那尤其是像市場這種販賣生鮮食品的地方 就更需要 這種 冰塊來進行冷藏 那它 它是一個 呃 U字型 類似馬蹄型的一個建築物 從空中看下去 像是一個 呃 一半的橢圓 半橢圓形 好 那我們繼續看看它目前內部的一個狀況 這不是 這不是自拍神器 這是穩定器 因為 我這樣我才能夠穩定 嘿嘿 我 我並沒有要這樣自拍 因為我是怕會晃動 嘿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現在的開放時間是 喔 跟公家 跟一些公家機關差不多 就是禮拜一休館 那麼二到日的早上十點到晚上六點 所以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觀 這邊應該看起來像是 我還能不能進去 嘿 這邊 這邊還在 施工 中 所以 這邊看起來像是可以做為教室教學之用的 的 的場所 現在 現在 就是 應該是 整個的裝潢都還在進行做 這邊還有一個 木造的 平台 好 像這個二樓的這種平台是後來 再新搭建的 那麼本來之前的市場就是只有一層樓 然後 這邊可以看下面 這個 座椅 木頭的 床框 好 我們現在下 到樓下看一下 下面 這邊 地面有一塊 這個 故意弄成透明的 可以看到它原本下面 可能是以前的一些建材部分 這個是 以前市場裡面 你在販售 例如說賣肉啊什麼的一個平台 就會在這一個台上 在賣 賣 賣 肉類啊 蔬果啊 之類的 這個 這是 目前是算是古蹟文物 可以看一下 這以前傳統市場 用的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還有一塊牌子還留著 這個攤位以前是在賣豬肉 它這邊還有一塊牌子還留在這邊 好 我們來走 走一下裡面走一圈 對 以前中間有一個天井 天井就中間這一塊 我們從這邊可以出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塊是天井 那麼以前傳統市場的這個天井就主要是讓它可以採光 然後以及可以有通風 在以前還沒有這種空調設備的時候 那麼市場裡面因為販賣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通風是很重要的 那它可以 就是讓食物能夠比較新鮮 然後以及比較不會有一些蚊蟲之生 這就是一個天井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類似一個馬蹄形形狀的市場構造 好 那我們從這邊可以走到對面去 這個是以前的一個應該看起來就是蠻有歷史的一個保險箱 是不是市場裡面在放錢的地方 共同工作室 所以這裡面是一些工作室的地方 我們來偷偷看一下 你要關起來我就不要進去 所以它這裡也算是真的是 不是虛名 是真的是一個文創的中心 所以它可以提供作為展覽還有一些辦公的地方 好我們現在走到前面去 好前面這邊應該是個咖啡廳 餐桌學堂 所以裡面這邊是可以做 烹飪教學的一個場所 有很多的這個廚房的設備 在裡面 這個是座位區 有最低消費限制的座位區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這一扇門能不能開 好不能 它不會不能開 好 這扇門看出去就是剛剛東山水街市場 彎進來的那個路口 那邊進來 未來這邊應該如果都弄好的話 這個門應該是會開 對那麼 參觀者 遊客或顧客 消費者就可以直接從東山水街 從康康康康康那邊走進來的話 就是到 阿婆 油販這個地方 右轉 走進來 就可以從這個門進來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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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共同工作室 他們都有一些不同的編號 會議室 這是工作室的部分 好多人在這邊拍照 行阿來的教室 我們剛剛看到的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從這邊就出去了 真的滿多人在拍照 這邊還有一個樓梯可以讓樓上去 這邊是有普魯市還有洗手間在這個地方 整個設備算是很完善 然後最後我們再拉到前面去 好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 旁邊這邊可以看到的是景林心腹市場的一些 也算是滿有歷史的一些老建築物 可以 哇 他這邊圍起來了 所以圍起來我們就不要過去了 就等到之後正式開放的時候 我們再來參觀好了 嗯 最後我再走進來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這個狀態 滿不錯的 到中間天井那邊再去看一下 好多人在這邊拍照 這樣情緒會妨礙大家拍照 好多人在這裡 好多人在這裡 好多人在這邊 我們在天井這邊再看一下 我們很喜歡天井的這個部分 好多人在那裏面來拍照 garlic 今天天空非常的漂亮 很喜欢这个蓝色 看一张那个跨的 是不是漂亮吗 不漂亮 是不是不漂亮 我不相信 今天这边是有摄影活动吗 我对这两个台很有感觉 因为我阿公阿嬷 你好 我阿公阿嬷以前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在执行市场里面是在贩卖猪肉的 所以以前他们在卖猪肉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对我是张二生 你好 我是老师 你好你好 我在 没关系 好 OK 我快结束 好 我刚刚谈到说以前我阿公阿嬷在自信市场里面 在卖猪肉的时候就是在类似这样子的平台 那么当时在秤那个猪肉还是用一种用手提的那种棒秤 那么绑猪肉是用那个竹叶吧 然后去绑的 所以蛮有感觉 所以忍不住在这边多晃几圈 好 那么今天这个介绍我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看起来这边应该是前面咖啡厅的部分是有营运的 那还有一些办公室啊一些工作室 通任教室 应该是有在对外开放可以租用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问问看 那这边的位置就在东山水街 东山水街的南侧 东山水街 如果你从康定路那边走进来山水街的话 在阿婆右转进来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 现在叫做新富丁文化市场 那么也就是1935年启用的新富市场 好 那这边在2006年已经成为市定古迹 嗯 好 那我们最后这边前面再走一趟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这里后的巡礼再看一遍 走一走也觉得 满满愉悦的一个氛围 还满不错的 嗯 可以来逛一逛 哈哈 然后再来看看我最喜欢的这个天井 这里面的天井的部分 看一下天井的部分 这个天空真的是很漂亮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 拜拜 这里面是很久不见的 你能不能带来 有点 可能